然後還有一點 長得要好看一點 您講的一筆 這是一米六 用一百四十斤 乘一瓶子了 您不知道 您是不想找那胖的 是不是 對呀 再瘦點 對呀 那什麼標準叫瘦點 一米六幾 一百二十斤 也就這樣了 一百二十里內 是不是 對 所以您喜歡瘦六的 不喜歡那胖的 對 太胖了吧 一瓶瓶子了 我老伴長得好看著呢 是吧 什麼樣才叫好看呢 瘦了呀 我老伴長得 我們這塊鼠子上的 雙眼皮 大眼睛 我這個不弄的 您不會還比著這要求吧 又得瘦 又得長得好看 然後還能幹活 沒錯 我現在有什麼活啊 我現在也沒活啊 那做飯呀 收一家 做飯我都會 我用它 我什麼都會 不用人家 我用它嘛 我自個都會 對 那行 對 那過會兒我再給您介紹一遍阿姨 您看看那遍行不行 好不好 好 那算不算好看 好 來有請我們的三號女嘉賓 您好 早天好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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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父您好 來 換個那個 阿姨坐這邊 叔叔坐這邊 三號阿姨對二號叔的印象怎麼樣 挺好的 挺好的是嗎 是可以繼續溝通一下的內容好嗎 還是說這個人看上去還挺好的 想要聊一聊嗎 叔叔呢 聊一聊吧 聊吧 聊聊哈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我們的三號女士 我們三號阿姨的基本情況 三號女嘉賓余桂金71歲 北京人 嫂 教師退休 阿姨住哪邊啊 我住豐台 豐台 豐台 叔叔住朝陽大禦城那邊 您去過那邊嗎 我沒去過 豐台那邊您熟嗎 熟 你哪兒都熟啊 北京的人我們哪兒不出去 哪兒都去 到時候轉遊是不是 對 哪兒是車 嗯 阿姨住豐台哪邊 您知道二七場嗎 二七場車站嗎 對 第一車站 看來叔叔是知道的 我是從天灘難底搬過去的 那我們來互相了解了解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 守南千里場上的兩位 能否擦出來的火花 接下來進入更想懂女環節 叔叔有一兒一女 都成家立業了 離他住得都很近 對您在找這事兒 沒意見 沒意見的 好 你是呢 我就一個兒子 嗯 多大呢 四十多歲 四十多 應該人家也是有自己的小家庭 對 他們獨立的 有獨立的住房 對您在找呢 沒有意見 也沒意見